北京时间4月20日,NBA季后赛首轮,提湖与开拓者的系列赛第三场开打,与前两场的胶着相比,本场比赛提湖多点开花,在龙多,以罗蒂奇和戴维斯的带领下,很快就确立了两位数的领先优势,最终提湖兵不续任的战胜对手,以3比0的大比分拿到了系列赛的赛点,前场比赛,开拓者双枪依旧发挥不佳,利拉德和CJ两人一共得到了42分, 而在常规赛时,两人加在一起可以场均贡献56.1分,本轮系列赛,利拉德命中率创生牙新低,2分球仅有33.3%,3分球仅有32%,而CJ的命中率也比常规赛时期有了明显的下滑,可以说,在皮湖后场龙多和霍勒迪的防守下,开拓者的后场双子星俨然已成为了西部版的垃圾兄弟,本轮系列赛前, 包括ESPN,雅虎等诸多主流媒体和专家都预测开拓者将淘汰提湖晋级,而出现目前这种情况,除了开拓者自身的原因外,龙多恐怕是最大的胜负手,本轮系列赛,龙多场经贡献12.7分,7.7篮板和12.3次助攻,在第一场时,龙多送出了17次助攻,追评队史记录,除了出色的数据之外,龙多最大的优势便是其出色的季后赛经验, 在比赛中,他能迅速阅读对手的攻防,指挥队友完成防守或进攻,正如有些球迷调侃的,比狐派了教练上场参加比赛,而这已经不是龙多第一次带领下半区球队压制上半区,去年在龙多时,龙多在攻防两端完全压制了绿军后卫托马斯,如果不是因伤报销,龙多有极大希望完成对凯尔特人的非发,由于上赛季的伤病和性格原因,本赛季龙多一度面临无球可打的境地, 最终只与提胡签下了一年330万的底薪合同,相信本赛季结束后,龙多的明星将会大幅度上涨,龙多个人曾表示,他希望再一直合适自己的球队一直打下去,对工资并没有太多要求,由于打法和性格强势的原因,龙多想要发挥最大作用,必须要有球权在手,因此,适合并愿意接纳龙多的球队并不多,而提胡则完美却和龙多,球队双合农眉和考心思与龙多都来自肯塔, 并且都非常尊敬龙多,而主教练金特里则与控制玉极强的卡莱尔教练相反,愿意给放钱给龙多,由于考心思的合同也面临到期,提胡与考心思续约完成之后,并没有太大的薪资空间,因此,若龙多想要留在提胡,那么他需要接受一份800到1200万的中产合同。